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点四十三分天安门城楼下传来了清脆的脚步声 当威武庄严的护旗方队踏上金水桥时 人生顶沸的天安门广场突然变得一片寂静 就是所有老百姓都是在一种期待的热烈的 这样一个持续的酝酿的情绪的过程当中 用我们这种赤的爱国情怀 那种目光把国旗迎到我们的国旗区 一直到整个升级一世的完成 这是激动人心的神圣时刻 面对象征国家主权与尊严的五星红旗 每个人的心里早已迸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在现场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却极少知晓 今天如此庄严而又隆重的升旗仪式 在几十年前却完全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 毛泽东亲自按下升旗电钮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代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的伴奏下徐徐升旗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场升旗仪式 由于开国大典采用的是电动升旗装置 加之当时又没有专门的升旗手 因此当时负责旗杆电机养护的陈洪年 便受命肩负起了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升降旗的重任 1949年10月2日一早 陈洪年穿过中阳门来到天安门广场 他的手中是一面硕大的五星红旗 他的任务是要将这面国旗升到旗杆顶端 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 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都是由陈洪年一个人完成的 1951年国庆节前 由于工作调整 陈洪年将这份神圣而又特殊的工作 交给了他的同事胡奇俊 领导上给我这任务的时候 就是9月30号的晚上 领导上对这个要求 只能赶好不能赶坏 抢锅子是第一面国旗 第一号国旗 一定不能出问题 没人会想到从1951年国庆节到1977年底 作为天安门广场唯一的升旗手 还有本职工作再生的胡奇俊 风雨无阻 一干就是26年 每逢升旗日 胡奇俊都会准时起床 骑上自己的飞鸽牌自行车 从右安门的家中来到天安门广场 在天安门管理处取出国旗后 独自在广场完成升旗任务 开始还不是每天 就是风重大节日 每年的元旦 春节 五一十一 都是由供电局的师傅 拿着国旗到那儿引电脑 把国旗上来 晚上再给收回来 没有手表 更没有人告知具体的升降旗时间 所以在执行任务时 胡奇俊总是提前来到天安门广场 用铜丝将红旗紧紧绑在旗杆的升降钢丝绳上 静待东方泛红才按下升旗按钮 每次升旗时 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 除了几位解放军哨兵 几乎没有任何游客 就这样 在没有观众 也没有国歌伴奏的情况下 胡奇俊完成了一次次升旗任务 二十六年里 胡奇俊升旗的国旗 见证了太多的共和国记忆 这里既有国庆典礼的万众欢腾 也有举国哀悼的伟人陨落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悲痛的一年 这一年周恩来 朱德 毛泽东等 三位新中国缔造者相继离世 天安门广场表示全国哀悼的下半旗 成为那一年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沉痛印记 作为当时的升旗手 胡奇俊还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下半旗 这是今天国旗护卫队 在天安门广场执行下半旗仪式的场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规定 下半旗时应当先将国旗升至干顶 然后降至旗顶与干顶之间的距离 为旗杆全长的三分之一处 事实上这一写进国旗法的下半旗过程 最初正是源于胡奇俊的创造 1953年斯大林逝世 胡奇俊接到下半旗的通知 由于之前并没有执行过这样的任务 所思右想下胡奇俊决定 先将国旗升至旗杆顶端 然后再按动电钮将国旗往下降 当国旗顶端降到旗杆约三分之一处时 再次按下电钮停住国旗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 是胡奇俊最后一次执行下半旗任务 第二年年底当时的北京供电局 将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下半旗的任务 全部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一师 然而即便改由部队执行升降旗任务 只有两名士兵参加的升旗全程 却仍然难以称得上是一种仪式 那么1977年底 天安门这个国旗的升降任务 交给北京卫戍区完成 这样的话呢 就是有两名战士带着这个国旗 他没有一个升旗的仪式 所以很简单 两名身穿六五式军服的战士 一人扛旗 一人护旗 这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升旗方式 直到几年后国旗般的出现 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 1982年 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随后北京卫戍区原警卫第二师 改编为武警北京总队 十一中队五班是中队里的队列班 因此五班也就顺理成章地肩负起了 在天安门广场执行升降旗的重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新鲜的事物每天都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着 朝气蓬勃的中国也正在一种崭新的姿态 呈现于世人面前 因此虽然刚接手升旗任务不久 班长董立感和副班长高福新 还是觉得以前的升旗方式过于陈旧 无法展现出一个泱泱大国的威仪和尊严 升降国系有一段时间以后 就感觉两个人没那么庄严 看着不那么舒服 我们从来得到灵感 说能不能改成三个人 一名请起手 两名护卫手 显得比较庄重 严肃 尽管当时武班只有十二名士兵 从仪仗大队中得到灵感的 董立感和高福新 还是决定对升旗仪式 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段珍贵的历史影像 是1988年国庆节当天 武班战士在执行升旗任务时的场景 从视频中我们不难看出 虽然只增加了一名护旗手 但改替正部的请起手和护旗手 却让天安门升旗 增添了一份久违的仪式感 一个旗手 两边一个护旗手 也是穿过长安街 那时间还不转距交通的 挺危险的 就是带着旗穿过长安街 那时候还得给车让路 改为三人执行升旗任务后 董立感和高福新惊喜地发现 每天观看升旗仪式的人 开始逐渐多了起来 对武班战士来说 这是莫大的鼓舞 更是巨大的鞭策 为了让升旗时间更加准确固定 从1983年开始 董立感与高福新经常利用休息时间 到北京天文台查阅日出日落的时间 最后编写出一套全年的国旗升降时刻表 那时候时间段是十天一个时间段 比如一号到十号一个时间段 十一号到二十号一个时间段 就哪里的四元段升级 根据北京天文台日出日落的具体时间 进行升降旗仪式 直到今天仍在沿用 像我们战士们每年1月1日的时候 会从北京市天文台查来 北京地区一年365天的升降旗时间 会去移成时间表 每天按时间表升降过期 这是五班战士对升旗仪式的又一处创新 原来的仪式只有升旗而没有国歌 看起来既没有气势 也不符合国家级升旗仪式的规格 为此他们特别申请经费 购买了一台单卡录音机 还专门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国歌 升旗仪式中除了护旗手 还有一名战士要手持单卡录音机 待护旗手行进至旗杆下的汉白玉围栏时 将录音机放到旗杆基座旁 升旗前再打开录音机 使升旗过程可以在国歌声的伴奏下进行 1983年八一建军节 对五班战士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指示 重组不久的武警部队官兵 开始陆续换装八三式警服 这八三式警服就比原来要显得精神多了 一个是有大人帽 再一个有肩胖 肩胖肩张 但是领章当时还是全红的 换装新式警服的五班战士 在执行升旗任务时 看起来气宇轩昂 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经过五班战士们的不断努力 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变得更具象征意义 每天观看升旗仪式的群众络络绎不绝 五班也由此得到一个亲切的称呼 国旗班 当时就叫五班 几年来通过我们国旗班的农历 所做的工作 就是人民群众 可以说给我们取的这个名字 尽管武警部队编制中并没有国旗班的称谓和建制 但随着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 逐渐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国旗班的声名也愈加响亮 传遍神州 时间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与开国大典时相比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 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广场中央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 矗立在城市中轴县之上 同样位于中轴县上的国旗旗杆 此时却显得有些小气 它没有那么隆重 而且跟旁边的建筑物要不相符 不那么激发人的心情 要让升旗仪式看起来更加庄严隆重 其用一根更高更新的旗杆 已经迫在眉睫 新旗杆的制作重任 落到了首缸重机公司机械厂的身上 重达七吨 总长三十二点六米的国旗主杆 由四节无缝后臂碳钢管焊接而产 焊接如此粗大的杆体 每根钢管的对接误差 却要控制在一毫米之内 更为棘手的是焊接过程中 会出现难以避免的内硬力变形 因为它这个焊接过程中 它有一硬力变化 热硬力变化 所以它在自然变化上 保证它的垂直跟这个水平度 为确保一次成功 工人们集思广益 提出了分段对称焊接的好办法 使它的内硬力和热量暂发均衡 这就变形比较小 要在最大程度上减小热硬力变形 带来的误差 需要工人在钢管对接时 边找正边焊接 这是技巧与毅力的终极考验 由于焊接过程不能有丝毫间断 机械厂的工人们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在整个焊接过程之中 是不能间断 所以我拿上当时负责 反应力变形的控制 三个日爷爷就定了钱 整整三天 吃住在车间的工人 以极致的工匠精神 硬生生地完成了 四节钢管的对接工作 五毫米的铜轴度误差 在当时世界各国的旗杆中 都是最好的 焊接完成后 为了让整个干体看起来圆润无瑕 工人们拿起错刀 直接对焊接点出现的鱼鳞纹 进行手工打磨 无法上机床景加工呢 所以就需要前工修磨 保证这个棱角位置上的鱼鳞纹去掉 保证光细度一致 手钢工人单精节律 夜以继日用汗水与智慧打造的国旗杆 直到今天仍然矗立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 这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请旗手肩扛国旗走上旗杆基座后 将副旗杆迅速装入挂旗引头 手握国旗 静待国歌声响起 通常在升旗仪式中挂旗是罪易出措的地方 然而在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手中 整个挂旗动作却是干脆利落 潇洒帅气 很少有人知道 除了升旗手的苦练 这背后竟也有手钢工人的一份功劳 原来之前是一个就是直接套管套进去锁住 可能能就是周围能抱住 但是呢就是说它在这个整个腹杆呢在这里头呢 它有可能上下串动 只有下面一个锁扣的话呢 它这个安全稳定性可靠性它也低一些 起初老式副旗杆在装入引头时 只能单一方向操作 国旗班战士在挂旗时 经常要重新调转引头 耽误几秒时间 为了让战士们的升旗动作更加流畅 手钢技术工人研制出了一种十字扣 十字扣呢就得一是上去以后 上下都有锁定 来个轴和外轴两个方向都有固定 只要我这尖穿进去 任何方向都能挂上 挂上之后 它升旗手不用看 已经到那锁那了 就差一把啪哒一声锁住 这要人其合一 经过与国旗班官兵的多次讨论研究 在确保旗杆质量的基础上 手钢技术人员最终制造出一杆 既庄严美观 又兼具升旗手使用习惯的崭新旗杆 新旗杆的落成 极大的方便了国旗班战士的升降旗 而与这配套的旗杆基座 则同样焕然一新 原来那个底座就没有门呢 你得升旗的这三个人 你得这翻住进去 旗杆下面周边汉白玉嘛 它是全封闭的 我们升旗需要进入那个旗杆下 还要翻越那个汉白玉栏杆 进去以后 西侧那个挂起来 还要拿着个小梯子 放到 它有个旗座 旗座大约有两米高 还得爬上去 站在那个旗座上 再挂起 原先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基座 是由四米乘四米的汉白玉围栏组成 由于四周围栏完全封闭 并未预留出口 因此 自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升旗仪式后 升旗手都要翻越围栏 爬上狭窄的旗座 挂上国旗 再执行升旗任务 为了让旗杆基座 看起来更加恢弘大气 同时便于国旗班官兵 执行升旗任务 北京市政府组织人力物力 对旗杆基座 进行了大规模改建 改建后的旗杆基座 庄重大方 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三层基座中 第一层是四周高八十厘米的汉白玉围栏 为方便升旗手进出 在东西两侧各建造了两米宽的出入口 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两米多宽的 褶色花钢岩石带 象征着人民江山万代红 第三层是五米宽的绿花带 草绿四季 长青不衰 寓意祖国欣欣向荣 在旗杆基座的最外端 则是由五十六个金黄色铜制格黎敦 连成四周的护栏 代表着五十六个民族 新联心 手拉手 团结在国旗之下 基座之下同样暗藏玄机 为了确保升旗过程的万无一失 基座正下方还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地下室 里面安装有保证国旗顺利升旗的电机系统 我们当时采取的方案就是 两套电控 一套手摇 当一套电控出问题的时候 另一套电控能够同时参与到功能 保证旗杆的升旗 如果两套电控同时出问题 可以通过手摇装置来实现升旗功能 1990年6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企法正式颁布 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 由此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因为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改革 而因为国际法的颁布 要求升旗资国歌 当时的升旗仪式无法满足现在的要求 尽快改进仪式流程 使之成为代表国家尊严与象征的政治仪式 成为当务之极 1991年4月经过数次修改 一份关于改进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仪式的文件 经由国务院审批通过 与原来相比 改进后的升降旗人数 由三人增加到36人 随着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改革 它国际班扩变为一个牌 并且当时扩变为牌的时候 已经组建了36人的防队 新的升旗仪式是由武警官兵 36人组成 两名护旗手 一名清旗手 随后是一名带队警官 带队警官身后是32名 坚康56-1式重冬母枪的护旗兵 每月逢一和重大节日升旗时 有60人组成的军乐队 会跟在国旗护卫队身后 在行进中演奏乐曲歌唱祖国 升旗时则演奏义勇军进行曲 平时只播放国歌录音 没有军乐队参加 至此一个颇具规模的全新升旗仪式诞生了 1991年五一劳动节当天 十多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 共同见证了一场与以往不同的升旗仪式 焕然一新的国旗旗杆 首次亮相的36人国旗方队 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沉浸其中 直到上午时分 国旗之下 仍有很多观众久久不远离去 至孙回队成立之后 成广场的一道风景线了 从1991年5月1日 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改革 到1992年12月25日 国旗护卫队正式成立 36人的护旗方队 一直沿用到了2017年年底 2018年1月1日零时起 原武警礼炮中队 国旗护卫队正式转立仪仗大队 27年是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任务中 持续时间最长的历史跨度 27年里 国旗护卫队风雨兼程 砥砺奋进 以升旗仪式零失误的成绩 向祖国和人民提交了一份 完美达卷 在新的历史时期 面对规模更大 规格更高的升旗仪式要求 转立后的国旗护卫队 也必将再续辉煌 为国尽忠 让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 永远飘扬在神州大地 永远飘扬在神州大地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 欢迎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